紫殿 妖邪夺射 紫殿取魂 任何夺射之人 都会被紫殿抽魂出体 江东主难道怀疑莫公子 是为什么夺射的 好啊 回来了 美无限 想跑 家大师大就了不起啊 随便打人啊 不要脸 怎么可能 为什么没有反应 废话 紫殿当然抽抽的魂来 我这可是现实 强行现实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够了吧江东主 那可是紫殿 算没有一次不行 两次才强的道理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能照动温宁 舅舅 这人叫莫玄宇 曾经在兰陵待过 这人脑子有病 但凡长得好看的 不论是男是女 是花草还是畜生 他都跑去跟前一脸吃笑 让人恶心得起 哦 这病得有水准啊 就是就是 魏无羡人品再差 好歹也是个风流公子 最爱和美貌女子 不清不楚 要夺赦 怎么也不会选一个疯子呢 那是 方才这人吹的笛子 着实难听 哪能和一陵老祖的鬼的一尘情小弟啊 是吗 无论如何 他也是个邪魔外道 带走 是 你们别过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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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蓝尔公子 你是存心要和江宝过不去 江宗主 这莫公子并未被夺赦 你又何必为难一个 急急无名之徒 那不知蓝尔公子 又是为何从刚才起 就一直要护一个修炼邪术的 急急无名之徒呢 随修非常道 但行正义事 于情于理 当之谢意 就是就是 人家救了我们好几次 刚才又救下了金灵 那个 江宗主 你这样纠缠我 我很没难的 我也不是长得好看得都喜欢 像 村里那头大笨牛 长得飙飞体壮 我就不喜欢 你 我也不喜欢 你 不过嘛 像韩光君这样的 我就很喜欢 老师不死你了 赶紧放我走 很好 很好 这个人 我带回蓝家了